鸡蛋到底煮多久才最好吃 温泉蛋、弹心蛋、全熟蛋 分别需要煮多久的时间 煮成这样的滤心蛋 真的可以吃吗 当您看完本期视频 煮几层熟的鸡蛋 不再是碰运气 为了减少水量 以及火力大小等变量 对实验的影响 我决定把十个鸡蛋 同时一起煮 煮鸡蛋是冷水下锅 水要完全没过鸡蛋 先开大火煮沸 一旦水沸腾 就立刻调成最小火 然后开始计时 水开后的第三分钟 我们取出第一个鸡蛋 为了防止余温继续加热 我们迅速的把鸡蛋 放入冷水中浸泡 鸡蛋煮一到两分钟 毫无研究的必要 因为它基本上还是生的 第二个鸡蛋样本 取自于水开后的第四分钟 以此类推 此后每间隔一分钟 就取出一个鸡蛋 然后浸泡在冷水里面 为了避免高火 我们按顺序摆在盒子里面 那么就形成了这样一个 从三分钟到十二分钟的 一个完美循环 鸡蛋全部煮熟后 我们开始剥鸡蛋 首先 接受您检阅的 是一个煮了三分钟的鸡蛋 在剥壳的时候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蛋白部分特别的柔软 整个剥壳的过程 真的是小心翼翼 尽管如此 还是有很多蛋白被我扣碎呢 以至于我没有办法继续剥下去 只好切开 看一下鸡蛋内部的情况 这样的结果 一点都不出乎意外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 蛋白和蛋黄都完全没有凝固 处于一种半流动的状态 即便是蛋白 也只有靠近蛋壳的一小部分 才发生了凝固 我们都知道 热的传导是需要时间的 温度是由蛋壳 慢慢的传导到蛋的中心 整个鸡蛋成熟的过程 也会是从外到内逐步推进的 所以一般而言 蛋白一定比蛋黄熟的快 蛋白和蛋黄的凝固温度 几乎是相同的 在60度到70度之间 这种非常难拨蛋壳的情况 一直拨到煮了7分钟的鸡蛋 才开始好转 越往后 煮的时间越长的鸡蛋 越容易拨壳 全部拨完后 我们把所有鸡蛋切成两半 然后依次摆在一起 这样便于大家观察 我们不难发现 煮了5分钟的鸡蛋 它的蛋黄还是没有完全凝固 但是同时 可以明显的看出 蛋白已经完全凝固了 只是不够紧实 7分钟就是弹性蛋的极限了 到了8分钟 就属于全熟蛋了 那么吃弹性蛋到底好不好呢 如果您要吃弹性蛋的话 一定要选购 干净卫生 比较放心的鸡蛋 8到11分钟的鸡蛋 基本上都是全熟了 它们的蛋黄 都已经完全凝固 只是在蛋黄的粉化度上 有极其细微的区别 我们可以认为 鸡蛋内部的温度 都已经达到了70度以上 12分钟的鸡蛋 就是百分百 全熟的鸡蛋了 蛋白和蛋黄 完全凝固 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鸡蛋黄和鸡蛋白的连接处 出现了一些不明显的黄绿色 那么这些黄绿色 从何而来呢 这是因为 鸡蛋蛋白中的一部分氨基酸 经过加热 生成了硫化氢 硫化氢又与蛋黄中的铁 发生反应 生成了不能被人体吸收的 硫化亚铁 通过观察发现 只要鸡蛋煮了 超过12分钟的时间 都会出现这种蛋黄发绿的情况 煮的时间越长 黄绿色的范围就会越大 鸡蛋损失的氨基酸就越多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买的茶叶蛋 或者卤蛋蛋黄都会发绿的原因 所以结论就很明显了 如果你喜欢吃弹性蛋 根据个人的习惯 选择煮4到7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喜欢吃口感比较软的全熟蛋 选择煮8到10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喜欢吃口感比较紧实的全熟蛋 选择煮10到12分钟的时间 超过12分钟 鸡蛋黄就会发绿 蛋白和蛋黄都比较干 同时蛋黄吃起来会有点粉 煮的时间越长就会越粉 这个时候的鸡蛋更适合去做卤鸡蛋或者茶叶蛋了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不是煮鸡蛋而是蒸鸡蛋 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我再一次蒸了10个鸡蛋 估计您也不想重复看 直接告诉您结论吧 您按以上煮鸡蛋所需的时间 多加两分钟就可以了 烹饪美食 最重要是自己喜欢 关于鸡蛋的口感 每个人的喜好都有差异 并无对错之分 这张图您可以收藏保存一下 方便您下次煮鸡蛋的时候 作为参考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